出家僧人的四威夷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这是一首赞叹出家比丘威夷的祭送 在佛门中威夷不仅仅是外在的仪表问题 还是一种修行 威夷具足不但可以设心 还能使众生赌僧保持庄严而起信 自立立他 四威夷原指人类日常齐居的四种动作 即行 住 坐 过 佛教要求僧众避免放逸 住以举止 故以四威夷代表修行者所应遵行的各种规范 即如菩萨善界经云 若行 若住 若坐 若卧 于一切行不失道心 四威夷 古人用十二个字做了总结 即是行如风 坐如钟 立如松 祸如宫 行修道之人 举止动步 安详徐行 犹如清风徐行进时 两眼平视 不左窥右瞄 不向外攀缘 一步时 雾踏崇矣 雾苍苍惶惶惑 或令邪履拖拉出声 当收射身心 举止动步 心存正念 一切时钟 定会等持 如法而行 住站立之时 头颈不偏不倚 身躯挺直 安稳而立 犹如苍松 不可轻率 歪斜或抖动 当心存正念 随所住处 常念供养三宝 赞叹经法 细心再道 思为经意 如法而立 作家敷厌作实 应设心专注 身心安稳不动 犹如大忠 古得云 身要放松 不得随便 心要专注 不得紧张 切勿前倾 后仰或左右歪斜 当端肃威仪 西元绝律 观照自心 地观石香 如法而作 握修道之人 非时不握 为吊涉身心 若睡眠时 当右斜而握 以右手屈弓为枕 左手平疏于腿 双腿为弓 两足相叠 名为吉祥握 一名狮子握法 右斜而握 于诸握之中 最为有益 能令身的安稳 心不动乱 律云 仰握 使修罗握 复握 使恶鬼握 左斜握 使贪欲人握 事故修道人不仰握 不复握 不左斜握 应右斜而握 保持正面 心无昏乱 如法而握 准备 感谢观看 准备 感谢观看